接下来为您播出道德观察 生活在乡村的兄弟俩天真活泼 一天当他们尽情玩耍的时候 家中早已存在的隐患开始发威 眼睛也是闭上来 看你就好说是死了嘛 灾难已然袭来 一家人如何应对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小哥俩 小哥俩天真活泼 小哥俩天真活泼 2015年1月中旬 在深圳打工的刘正伟刘正江兄弟俩 接到贵州尊义老家转来的电话 电话的那头语无伦次 多次哽咽 兄弟俩听着顿时惊恐不安 他将我们赶快赶回家里 发生这个事 肯定是想赶快回来看一看孩子 电话是刘正伟两兄弟的母亲转来的 这个电话就像晴天霹雳 让兄弟俩惊恐不已 听完电话 当时两个人就一个念头 回家 可是当他们离亲人越来越近的时候 当这个灾难的后果就要呈现在眼前的时候 各种不祥的猜测 让他们再次感到了惊慌 他们倒是盼着孩子能平安 但又担心这种侥幸瞬间如泡沫般破灭 他们一边急速的走向病房 一边做着种种跟孩子见面之后的预想 就在他们离孩子只有一步之遥的时候 医务人员把他们挡在了病房的门口 小孩子在中林进入室 根本就看不了小孩子 我就当时跟医生说 我说我是他爸爸 刘正伟刘正江兄弟俩迫不及待想看到孩子 没有得到医生的允许 于是他们询问身边已经气不成声的父母 看着自己的两个儿子一路封城 急不可待的样子 母亲邓修芬除了悲伤 还有悔恨和自责 她说2015年1月16号下午 她和往常一样将两个孙子安顿在院里玩耍 自己到后院的山上捆柴 捆到第二回柴 我就叫那就是这个捆 就发现我在这个房间上有银子 我就赶快就跑去转 邓修芬家住在尊义市凤刚县崖川镇 附近的村民和邓修芬几乎同时发现 邓修芬家的方向有一团黑烟生气 邓修芬一路奔跑快速回到院里 果然烟是从自家一个屋子的屋顶上冒出来的 为什么屋子里会烟雾弥漫 她一时想不出着火的理由 我就看到那个零烟子很大 我就知道肯定是厨师来 被烟雾笼罩的屋子会给家里带来什么损失 邓修芬顾不上多想 当务之急是找到两个孙子 可是她在院子里没有看见孙子 她上山捆柴临走之前 两个孙子还在院里玩耍 咋一转眼就不见了呢 他们去了哪里 她猛然想起三岁的大孙子浩轩 说过她和弟弟在院里玩一会儿就回屋看电视 难道他们此刻就在烟雾滚滚的屋里 惊慌之余邓修芬拿起图头砸开房门 屋里就是一部的黑影 反正见不到人 就是黑影 没有火苗 可是黑的看不到 看不到火 屋里浓烟弥漫 邓修芬看不见孩子 为了提高屋里的亮度 她摸到了窗户 我就然后把个窗门打开 打来 然后银子冒出来 就看到火 火得起来 推开窗户后火苗从浓烟中窜起来 邓修芬便在烟火中寻找孩子 但是火势使得抢救孩子的阻力更加重了 我这里泡一下 然后没法了 我就出来就打了一盆水 跑进去就把一盆水藏在地上 她觉得有那个水油去拿个浇 然后我有那个盆子帮她浇 邓修芬一边扑火 一边哭喊着两个孙子的名字 可是屋里没有回音 就在邓修芬陷入绝望的时候 火势被水浇得弱了下来 这时一个从门口传来的声音 给邓修芬带来了希望 顺着村民的方位指示 邓修芬摸索找到倒在电视机前的孩子 将已经昏迷的孩子抱出屋子 第一个孩子是什么样了 你看着 就是一身都是黑的 满年都是黑的 因为是死了 没有脚 又没有眼睛也是鼻上的 看着就好像是死了 身上那个衣服 衣服这些都收久了 衣服都收久了 那时克斯波的小余那个妈 那个衣服都在外面去拿了紧 把这衣服剪下来的 都脱不下来了 倒在电视机旁边的是 邓修芬的二孙子俊豪 把俊豪抱出屋子 交给村民看守后 邓修芬又返回屋里 来找大孙子浩轩 我当我掉了衣服 落下来把它收到的 这根全是胶子 胶部啊 胶子 油栽 油栽 这个房地全是油栽 全找了是吧 哦 全年全部门得到的 哎 门得花就不 邓修芬说 家里的墙面贴有胶纸 屋顶铺着油粘塑料纸 空中还挂着衣物 这些一然物遇到烟火 便都脱落掉在两个小孩的头上和身上 孩子来不及反应 就被砸到头部的燃烧物缠绕烧住 那么屋里的烟火是怎么产生的呢 这肯定是顶楼 那是早上就没炒火 炒饭 炒饭就 挑一段电视顶的这个地方了嘛 先就是跟着这个 像这个拉下来的 拉下来的 这个就 电视在这边 电视在这边 那就先路老化了 着火 是 生活在乡村的兄弟俩天真活泼 一天当他们尽情玩耍的时候 家中早已存在的隐患开始发威 眼睛也是闭上来看着就好像死了嘛 灾难已然袭来 一家人如何应对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小哥俩 因为家里边的电路突然短路起火 随着温度的升高 家里边这个墙面 屋顶上的塑料 油毡 还有衣物 都噼里啪啦的 掉到两个孩子头上了 孩子的伤势非常的危急 两次冲进屋里 把孩子从烟火当中救出来之后 邓修芬 精疲力尽 可是人命关天发生这么大的事 丈夫又不在家 两个儿子又在深圳打工 家里边没帮手可怎么办 见此情形 村民们慌忙跑下山去找人 村民们听到喊声纷纷来到邓修芬的院子里 他们一边帮着扑火 一边拨打120 与此同时 他们时刻观察着孩子的生命体征 很快到来的救护车 将受伤的孩子送到遵义市凤刚县医院 可是凤刚县医院查看伤情后 告诉邓修芬 孩子伤势很重 县医院无法彻底施救 劝他们立即送孩子 前往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孩子命悬一线 马上被送进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的重症监护室进行抢救 安顿好孩子 邓修芬紧急联系了在深圳打工的儿子 家里失火了 孩子在屋里 接到媳妇转述的电话信息 刘正伟急忙与和他在一个工厂打工的弟弟刘正江 和弟媳龙美燕赶往遵义 他当时就说家里面失火了 就是都是我们不知道 不知道到底是房子全部失火 全部烧了还是只烧了两个小孩 就是急着就没为那么多 失火 孩子 回来 这几个词语不停地在脑子里翻转 他们想进一步问清楚 但一路上他们联系不上家人 内心更加忐忑 当时我也打了好几个电话 同时也没人接下 可能也是那时候在抢救小孩 经过一夜的颠簸 刘正伟和弟弟弟媳赶到尊医学院附属医院 和早就等在医院的父母会合 他们就在门口 我到的时候打电话 反正就上去 上去谁都在哭 那时候怎么说呢 谁的心情都是一样 刚是看到我老妈了 他们在那里哭 我就问小孩 现在在哪 他说带我去那个 那里面 孩子在那里 还有医生当时不让我们进去 很多一天人都进去不好 就是说 这段情况特别危险 看父母的表情 刘正伟已经猜测出 孩子烧伤的严重程度 可是孩子在重症监护室观察抢救 按照医院的规章制度 他们暂时见不到孩子 在龙美宴的再三要求下 医生同意他们在指定地点 看望了孩子 只是离得很远的 看了一眼 那个口特别大 因为眼睛的骨头 才这么高 脚那些种子很大 就是面积 小的那个云中的面积 然后大的那个 头上已经烧了 烧到骨头了 就是现在头发已经都没有了 我当时去看了我的那个 他们两个没在一起 一个在二楼 一个在五楼 刘正江和龙美宴夫妇 见到的是自己的孩子俊豪 他们的兄长刘正伟 见到儿子浩宣的时间 比他们要晚一些 看见小孩 反正就是全身都是受伤 只看得到半个小时 全身都是受伤 就是看不到人都领的 全都看不到人都领 我因为头部那些都是包起来的 像脚那些 那时候刚才是的时候 因为头部全部包到那层纱布 看不到 什么都看不到 那时候就是 魏在荣 是尊医医学院附属医院 烧伤整形外科的医生 孩子到来时 他刚做完一台手术 接到医院通知 他急忙赶到孩子所在的重症病房 由于孩子烧伤五个小时 才送到市医院 孩子的状况愈发严重 他从到我们医院 已经又带了 就是延迟了 相当于为什么 这小孩来了就到SH了 相当于第一是病情重 第二就是延迟的复苏 就是我们医学上叫 修课的成就 就延迟了 延迟了 延迟了以后 就需要进行 更加积极的成就 魏在荣医生说 如果一系列抢救不及时 孩子的生命将会停止 肯定最后就衰竭死亡 什么衰竭 就是 那个就是 生命的终点 就衰竭的 入院后的小哥俩 一直处于昏迷状态 全家人每天都在和医生咨询 烧伤患者可能出现的生命状况 这个窗面的感染 肺部的感染 主要是 当然还有密尿系等等 一系列的问题 但主要是肺部的感染 当时我们问医生的时候 医生就这样说 他说 小儿子 对那个生命危险 就现在 就说孩子的命不一定能保护 是 烧伤的两个孩子是堂兄弟 他们的父亲是亲兄弟 灾难来临的时候 这两个孩子 一个三岁 一个两岁 这么点的孩子 就经历这么惨痛的磨难 实在让人心痛 更让人焦虑的是 这孩子 他命在旦夕 能不能保住 还是未知数呢 跟孩子的生死存活 一样未知的 是医疗费 在接下来的十几天里 孩子一直是昏迷状态 刘正伟一家 一边守着孩子 一边去外边筹集医疗费 这两个孩子 什么时候能从昏迷当中醒过来呢 他们的家人 会经历怎样的情感 生死与金钱的考量呢 明天请您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 我是陆一鸣 明天见 生活在乡村的兄弟俩天真火坡 一天 当他们尽情玩耍的时候 家中早已存在的隐患 开始发威 眼睛也是闭上来 看着就好像是死了 灾难已然袭来 一家人如何应对 敬请收看 《道德观察》 小哥俩 小哥俩